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圆记 提出修学的纲领 纲领里面五个括目 第一个括目 《观无量寿经》里面的经业三辅 这是尽宗最高的指导原则 是我们修学所依靠的 第一个依靠的重要啊 只有三条 第一条 孝阳父母 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我就把这一条 落实在儒士道的三个根 孝亲尊师怎么做法 弟子归落实了就做到了 从这里下属 慈心不杀 这里都讲英国的教育 落实在太上感应品 就行了 后头越举 世善业道歉 修士善业 儒士道三个根 也不是随便说的 有根据啊 这一条 人天法 您能把这条做到了 你决定不读三个道 第二条 这小陈法 这才入佛门 同一条 没入佛门 世间法了 第二条入佛门 有三句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为宜 我们从哪里做 从沙弥律里做起 末后一条是大臣 法菩提心 身心因果 这个因果 就是指念佛成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身心不宜 不是指别的 别的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心 后头这一句 是教你 你要帮助别人 你自己修好了 要帮助别人 自行化他 所以 三福总共是一句 前面十句是私利 成就自己的 最后一句是利他 你要帮助别人 这大臣教啊 佛在后面讲得很好啊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那换句话 所有修行成佛的人 三世过去 现在未来 都要依这个三条 都要依这个三条 这个三条是 总纲理 总原则 敬业真因 修决正经的真因 我们是以这个为基础 第二个 六活 人不能红目相处 不可能 就是六活 第三个科目 三续 戒定会三续 第四个科目 六度 第五个科目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就是五个科目 尽忠同学 必须要学习的 科目不能太杂 不能太多 杂了记不住 功夫就不得理 越少越好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在人间五 先行 不违背 这五科 这是真正的敬业行人 夜行念佛 求生建徒 没有一个不合身 起来 请多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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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